台版的蓝可儿让可以说是悬上加悬 江华县 社头乡 刘信夫人 2008年1月他跟先生吵架 晚上带着4岁的女儿离家 最后的身影出现在园林市财经大楼监视器的画面 他们当时搭片地到11楼 结果凭空消失了 16年到现在成名 所以被称为是台湾版的蓝可儿案 张信男子也因为意外身亡 所以让这个案件留下难解的谜团 08年1月20号 当时37岁的刘信女子因为先生会家暴 吵架才带着女儿离家失踪 张信男子跟警方报案 警方追查 同月的28号发现刘信女子机车 停在园林市育婴的财经大楼前 为什么人间争霸 整个事情演变到现在 诡异的是当母女走出电梯之后 竟然就此凭空消失 妈妈带着小女儿缓缓走进电梯 这是16年前发生在彰化的台版蓝可儿案 诡异的是当时是1月天气寒冷 妈妈却在电梯内将自己跟女儿的外套脱下 接着脱掉鞋子抱起女儿走出电梯 这一幕也成母女俩最后身影 因为两人就此严惊蒸发 也成台湾一大悬案 发生在民国九十七年1月的台版蓝可儿案 也曾重启调查 几方一度从先生方向着手 不排除任何可能性 不过事件发生后 先生疑似借酒消愁 经常答非所问 而去年6月刘女先生更因在住家顶楼修水塔时 疑似失去重心摔下楼身亡 当然于去年6月因修盛水塔时不慎由顶楼衰落 刘女部分因失踪于7年 由家人向法院宣告死亡 并由法院宣告死亡确定 案发超过16年 加上刘女丈夫意外身亡 真相究竟为何 也让这起台版蓝可儿悬案更加扑索迷离 则林一峰战华报导 头条焦点今天一早在重阳桥下 惊见一具服尸 这些清洁队员一早发现 河面上有人载夫载成的赶快报警 根据了解服尸是一名男性明显死亡 遗体的口鼻遭到塑胶牢牢封住 身上没有明显的外伤 警方怀疑案情不单纯 这可能是他杀 进一步调查 大拼远警面色凝重在码头岸边 紧急将一具遗体拉上岸 确认身份 见识人员死猴不敢大意 仔细查看遗体外观 因为这具服尸不排除 遭到他杀 仔细辨别跟一般服尸不同之处 证明死者的口鼻 全部遭到交代牢牢封住 这也让警方感到不寻常 立刻抱情相验 当时清洁队员一早在执行公务时 发现河面上有个援引 载夫载称 吓得他立刻打电话报警 而相方队员到场之后 把遗体拉到敦煌码头上岸之后 才能来确认身份 浮尸吓坏 经过民众事情发生在六号 一早六点多 士林区重阳桥下 警校货报后 立刻出动橡皮艇搜救 拉起男子时 遗体浮重已经明显死亡 初步研判 死亡时间约为两到三天 而他的身上没有身份证件 口鼻遭到封住 却没有明显外伤 也让警方怀疑案情 并不单纯 目前也是身份不明的一个状态 目前我们已经有报 士林地检署指挥侦办 那在我们会采集指纹 等等的激证 查明身份 再来了解他的死因 警方后续也会对遗体采集指纹 以及DNA并访查家人 是否遭到他杀 还得进一步调查厘清 接着王云军村影役台北采访报道